OK,大家看一下 每一年的同考呢 其实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表 叫做考生常犯错误检讨总报告 那这样的一个表呢 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同考啊 在考的时候呢 全国的考生 整体而言啊 会犯哪一些错误 那这些错误呢 是可以被避免的 因为这些错误呢 其实都会或多或少 影响到大家的一些得分 所以我这里就先告诉你们 那希望你们在未来的这一年里面 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就是你在这一年里面 你要开始有意识的 去调整自己的做答题习惯 那这样子做呢 才能够去避免扣到一些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分了 讲难听一点 所以 避免被扣掉一些 原本你可以拿到的分数 OK 首先 他这里举的例子就是 他有综合来讲啦 这是整体而言的啊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解答时 必须交代清楚 他这里有做了 四个错误示范 第一个错在哪里呢 没有按规范写公式 塞西达等于四分之三 是什么来的 这个只是一个数学式子 它是一个不含物理意义的数学解答 所以这个在同考里面 不被接受 第二 到底错在哪里呢 我们很常也会这样写嘛 对不对 知道第二个错在哪里吗 为什么会被扣分 你们还记得高一第一堂课 我就跟你讲过 计算题有一个六部曲 对不对 first step 先写公式 second step 做代入 计算 单位 answer 那 还有一个呢 是有一些情况下需要的 就是画图 有些要 有些不用啦 所以这个第二个不 第二种错误 它到底错在哪里呢 它错在 没有 代入 第三个 出来在哪里呢 什么鬼都没有 直接写答案 第四个呢 你的公式里面写了什么 I1 I2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你的I2是什么来的 因为原题目根本没有提到I2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一个角度 可是 你没有画图 来说明你的角度在哪里 这个是比如说光学啦 那其实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的物理解答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会在我们的计算过程中 会有用到一些原题目没有出现的代号 除非你用的代号本身就是官方 或者一个规范的物理代号 比如说W等于MG 这个大家都懂嘛 W就重量嘛 M是质量 这个不用特别说明 可是 如果像角度这种呢 一般上I跟R就入射角 跟折射角或反射角啦 所以如果你有标上一些I1 I2 I3 I1 R2 R3 特别像比如说电学里面 你有 I1 I2 I3 这个Kerchop's Law的电 那你一定一定要有图啊 不然谁知道你的IE是什么 I2是什么 那这些是作答的一些 到时候监考的老师一定会跟你讲的啦 必须按题号排顺序 所以不要跳题座 那在同考里面呢 是一张纸 坐在一面上面的啦 应该讲一张纸坐一提 然后背面是不可以用的 很严格哦 背面不可以使用 那不要写自己的名字跟班级在上面 因为改的改的人有可能是学校的老师 为了避嫌 第三的时候呢 什么叫在同一页上面划分二或三栏 比如说这是一张白纸 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把纸分成两半 来这边就写F等于MAA 代入A等于多少 老师跑过来这边写 V等于U加AT什么的算下来 对不对 他这里呢 是告诉你这样 抑造成P改的混乱 比如说有老师 因为你要知道老师改的不是你一份 也不是你们一般 而是全国同一提 像我去改的话呢 我就会改全国的可能第一提 全国的第一提 都是我在改的情况下 我会改到疯掉了 会改到精神错乱了 所以我这样改改改改改改 然后我就会可能 这个地方被我漏掉了 所以他这是提醒你不要 把你在同一面上面划分二或三栏 你就往下做不够 举手要纸 写在另外一张纸上 继续往下写 就跟他从头写到尾就对了 但是你旁边要画图是OK的 可是不要做答上面分两到三栏 这样子来写 简单来讲就是你的整个书写 计算题的过程要有条理 越有条理越好 越容易让P改员看出你到底在算些什么 那 在同一面做两题或以上 不知道一面只可以做一题 这个是完蛋的 你另外一题是直接零分的 切记哦 OK 第五点 这个呢可能大家单纯看他的叙述的话呢 你可能会有一个误解 考生经常在计算的中间过程中 没有写单位或写错单位 这个呢 他指的并不是 比如说合力等于MA 不要找加速度 然后这个我带五牛顿 这个我带三KG 然后A等于三分之五 MSO2 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呢 他的意思呢 是指 我讲意识 合力等于MA 你这个还是可以带五 这个还是可以带三 A 这就五分之三 然后你再用V等于U加AT 比如说V是 2 U是 负义 你要找的是T 所以 这个过程中呢 你有注意到吗 因为我们需要 acceleration这个条件 所以你这边呢 先有算了一轮 acceleration是多少 但是 你没有写acceleration的 你可能讲 我只要算时间吗 这样为什么acceleration 我也要写单位 可是你这一个step呢 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 有公式 有带入 有计算 有单位 它是一个完整的 演算过程来的 所以 它算是一个小节 这个小节呢 必须要写单位 兼聪带入数据 是不需要写单位的 最终答案一定要写啊 然后 不可以讲最终答案 就是 反正你最后算到一个主项 acceleration是多少 这个step呢 必须要写单位的 ok 它的中间过程是指这个 那 物同时使用两种媒介语 来解答 你报考的是 以英文为媒介语的物理 你间中写了任何中文单字 都会被扣分 或者直接不改 切记啊 所以 慎学 各位 我只能够跟你们说呢 到了高三呢 我们 有 会解很多同考题 同考题里面呢 中文英文的题目呢 我都有 可是分类集 只有中文 我自己本身呢 有 旧版的分类集英文的啦 可是题目偏旧 而且 有一些范围是 超出我们范围的 这个我也会整理给你们 放心 可是 学校买的 那本粉红色的呢 它只有中文版 而且我教 补习的过程中呢 会 大量使用 不止补习啊 上课的话呢 我也会大量使用 这本粉红色的 分类集 另一方面呢 校内的所有考试 不管是统策 大考 毕业考 通通是 英文 为媒介语 所以全部是以 英文 为媒介语来考啊 这点 请大家 务必注意 所以你 对我而言 两个都没差 可是对你们而言 你们只有一年的时间 当然是 尽可能的希望 可能熟悉一种语言 可是 其实讲真的 你们一直都是 两种语言 混着来学的 你只是 没有发现罢了 那选中文 当然有中文的好处 因为 懂总课本 是中文的 而它是最贴近 同考范围的 一个教科书 可是英文 当然也有英文的好处 毕竟我们 连着学三年的 英文版物理 所以肯定 英文的物理呢 一定程度上呢 你也是 蛮熟悉的 所以 我是觉得 会考好的 怎样都会考好了 所以 语言不是问题 那你们就 自己 斟酌 斟酌 考虑吧 那下面呢 这些 个别题目的 常犯错误呢 因为你们还没有 做过这些题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跟你 足以的介绍 那这个呢 我会等到 解了 这些题目以后 我再来跟你们聊 所以这些 常犯错误 就等 之后吧 OK 我们紧接着来看 2018年的 这个 检讨报告 当然 第一个呢 跟2019的是 一样的 一样的问题 就是 写公式 没有做代入 这是第一个的问题 完全没有公式 没有图 我不懂你的 I2是什么 那他这里 有提醒你 解力学问题 和电路的时候 一定要画 受力图 跟电路图 一定要啊 这是 Must 可是光学题目 没有说一定 但是如果你的 计算过程中 有出现一些 原题目 没有的 那你 只列了 计算关系 并没有图 我无法判断 你的这些关系 是如何列出来的 那这题 我就改不下去了 I'm sorry 零分 因为我没有办法 凭空想象 或者去 揣摩 去猜测 我如果要猜测 我可以往 坏的方向去猜测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猜 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图 真的很吃亏哦 哪怕你的 演算过程 最后算到的答案 都是对的 可是没有图 sorry 或者你讲 有有有有图 然后你一查 图在哪里 图在题目里面 你把那个图 画在题目 你是怎么 怎么想的 你觉得我要怎么 看到你画了什么呢 这点 希望大家 不会犯了 这个错误 那这里也是一样 力学题目 只列方程式 没有受力图 OK 这个第二点呢 很重要 很多人也是 没有这个概念的 尤其在近代物理的题目的时候呢 很常我们会有这样的 就是旁边是不是有一堆小数 在今年的 李二李四的测验里面呢 下半年 我只给过你们一次测验嘛 应该还有印象吧 就是你们测验里面有一题呢 就是算出来的答案 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是不是班上一堆人被我扣分 有没有印象 当时我就跟你们说 原因就在于这里 因为你的最终答案呢 他这里同考有要求哦 只要数值超过9999 只要小数点有四位数值 就是四个有效数字 或以上 那就应该要用科学技术法来表示 2.19乘10的六四方 就是这个 3.32乘10的负3 就是这个 所以你的最终答案 不要写一堆的有效数字 那如果 你的计算过程 下一个step 你有用到V这个条件 你在做代入的话 比如说你在算动能 等于1分之1MV平方 可能这是三公斤 你这个V啦 你觉得应该带 Raw Data 还是你科学技术法里面写的 答案是 科学技术法里面写的 记得哦 如果你明年开始做同考题 你应该就会发现这件事了 可能你有时候会算到 跟后面的答案呢 参考的那个标准答案 有些出入 那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在前面的部分呢 需要敬畏 在后面的部分呢 才有办法 在代入的时候算到 他给的那个答案 再来第三点 也是一种常犯的错误 就是 这个静电力啊 这些什么 这个是我们还没有学到的啦 所以你们暂时不知道 反正还要表达的就是 你用一些奇怪的代号来表达 然后你在图上面 完全没有做标记 那不合规范的符号 是不被接受的 还有呢 很常会举的这个 你知道RDAD是什么吗 就是我们在学光学的时候 我给你们一直有提过的 real dead apparent dead 这是一个坏习惯哦 就是不要自己发明一些 short cut RDAD 如果我有时候教书 有用到呢 麻烦你们纠正我啊 你可以骂我 老师 你叫我们不要用 你自己又用 在懂种课本呢 它是写D或D prime 因为懂种课本里面有写 所以这个可以这样子用 那你要用RDAD可以 请拿一个 大家公认为课本的教科书 来证明RDAD是可以被接受的 又或者 你硬要用可以 有一种可能性也可以 对就是 你在考诀上面写 Let RD be real dead Let AD be apparent dead 你又这样写 欢迎你 怎样用都可以 随你 再来呢 我们在画受力图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的吗 他这个呢 原本是一个 这样子的图 他的W是这样子的 这是他的摩擦力 不是 反过来 我也看不出来 他的摩擦力向哪里 对不起 另外一个方向 重力 摩擦力 这就是所谓的FR Normal Reaction Force 这里是θ 这里是W cosθ Wsinθ OK 这个是我们画的受力图 这个受力图是对的 可是 莫名的就有人 他会觉得 这个受力图这样看 我会乱 我会乱 还是我不懂 有没有人这样子教他 应该不会 我们学校老师 不会这样子教 然后我也从来 没有这样教过你 OK 就这样 然后他干嘛呢 我看一下可以做吗 好像不行 我要尝试 可以不可以Rotate 你们懂我在做什么吗 就是 不可以Rotate 算了吗 反正呢 他现在我就把 这整个图 逆时针方向转 转成这个Pattern 因为他讲 我那个W分解了以后 他沿着斜波很难看 他就硬是要把Wcosθ 和Wsinθ移成在水平方向 你们看得懂这个图在画什么了吗 就是把我刚才那个斜波受力图 他去旋转 我跟你讲 如果你嫌这个图看起来乱的话 麻烦你的头 头旋转 你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 这是那个题目 你的头旋转 或者你可以把那个题目旋转 你要怎样转随你 可是在考卷那个平面上面 不要去自己旋转它 听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后面的部分 基本上是类似的 OK 这题也是我要讲的 首先 之前我们经常讲一些constant的时候 是不是很常讲 我这个constant03 电子的质量 还是constant23 那1.6乘10的-19等等 你用多了 你试诞机也这么大 所以你习惯了 可是呢 不要在带路的时候 直接写constant03 还是constant23 你明白吗 比如说你要 你要算 可能 电子的 I等于Q 除以T 可能这个你要带电子的那个 带电量 你要带E 结果你就写 constant03 这样 这个是不被接受的 记得 所谓的带路 只可以带路 只可以带路 数值 不可以带路什么constant03 这种 OK 下来 我们在近代物理的时候 不是常常有说要把 那个能量换成EV吗 这个换成EV的过程中 也有东西要提醒你们 首先你看 这个是错的 它错在哪里呢 左边 它错就错在 你看 这一行是2.18乘10的 负18次方 可是你看下一行 关键在于什么呢 你用的是等于的符号 这两者是不等于的 你明白吗 2.18乘10的负18 不等于2.18乘10的负18 再除以一个1.6乘10的负19次方 所以你在写的是一个等次 那左边这个表达就不对了 那正确的写法是 你有附上单位 让人看出你在做单位换算 又或者呢 你直接省略这一行 你可以不写的 没有人说那个step是必要的 可是如果你写了 它本身是一个违背数学观念的 就是上下不是一个等次的 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被扣分 明白吗 OK 这个电学的题目呢 我们最近刚好有在学 也顺便提醒你们一下 你看你应用 这个基尔霍夫定则 就是Kritschop's Law 没有附上电路图 特别是2018年的考题呢 是没有注明R1,R2,R3,R1,I2,I3 所以你算了一堆 答案都对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图 没有图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明天的课呢 我会告诉你们 那个图啊 还有它的那些电流啊等等的 我们是怎么样算分的 就是老师是怎么样计分的 来让你们明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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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